就是纽菲尔德公司能给我们约赫这个国际招生办的团队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给就是这边的学生去介绍一下我们的大学的优势然后讲一下我们这个大学的招生的一些流程就是让这边的高中学也可以了解一下对然后的话我的我的名字叫Terence然后我是在那个约赫大学的国际招生办里面 我是代表我们约赫大学的国际招生办的整个团队来做这次演讲的那话不多说就先开始就是约赫大学呢大家肯定在加拿的当地本地的国际高中大家肯定也多多少少有所听闻我们是一所综合类大学吗然后但是我们是个年轻的比较有竞争力的大学也是就他主要出名的就是一些商学院的东西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我们我们大学其实虽然说是他是中和类大学但是他今年其实有在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的的这个影响力排行榜上我们很荣幸排到第35位所以看到我们的虽然是年轻的大学但是非常有潜力然后我们师资力量也非常雄厚 而且我们的我们的科研团队还在growing然后我们research is keeping up outputting 对所以这边大家也会看到我们在QS排名里面他有一项排名就是research output 我们的ranked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是属于基本上是属于top 15 in the world yeah and also 大家也知道这次疫情嘛就是给全球带来了很多的影响 然后我们约克大学其实在加拿大的这个国家里面我们约克大学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比如说我们在疫情上面的分布我们在那个数学建模上我们是给加拿大做了很多贡献的 我们有几个科研人员他是在这个呃sivo的那个杂志里面他们的他们的科研贡献排名有有一个人排到第一位 然后有有剩下的三位其实有排在第三位第四位和第六位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科研年轻的科研团队也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从而得知我们的本科教育质量的师资力量也是非常的雄厚和有潜力的 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呃大家不知道对太空我们有研究就是我们这边的galaxy stars的evolution research 也是在在这个领域上面我们也是非常比较有影响力的 所以大家看到虽然我们是个中和理大学 但是我们在特定的领域上面是非常非常在在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上面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 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10个 院校的那个总概况 首先呢我们要讲一下我们特色院校有我们专门有一个艺术类院校 他呃艺术系他他叫school of arts medium performance design 但是他这里面有几个特色的专业我在之后也会介绍他有一些专业是可以有舞台设计类的 然后就是有这方面感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这也算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 然后这边有glanton的呃系这个这个特色是我们跟其他大学不同的 是很多我们是在中国类大学里面其实我们是独一一家这个就是一个法语沉浸式的campus 这个我会呃在后续给大家详细节介绍一下这个glanton的呃教学体系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呃新颖的一个呃faculty 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school of engineering 的那个院校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虽然是有中和类院校 但是我们相比sfu中sfu也是中和类院校 但是我们是有law school 在这里的 我们是有法律学校 当然对现在的你们高中生来说你们可能是不能直接申请law school 你们可能要参加本科 然后再去再来读这个graduate law school 但是好处就是如果你们本科在约克读的话 那我如果你们有相关的约克的经验 我们肯定是更倾向于招我们本校毕业的本科生 对我们自己law school 肯定是更加倾向招我们本科毕业的本科生 然后最重重中之重的就是大家肯定也都想了解的就是呃所谓加拿大 四大商学院之一嘛呃我们的那个舒立科商学院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商学院 然后也是毕业之后他的reputation在这个业界也非常高 然后他有的resources也也是非常他有的business resources business partners都是有很多 所以这个也会我之后会详细重点介绍一下他这个商学院 然后这就是呃我们的man campus 我们主要有三个man campus 然后约克大学嘛 主要是坐落于那个gta区域 就是多多大的大多大大多伦多地区 great toronto area 然后glanton campus 就像我我刚刚也提到了 它是一个法语成竞士比较focus on bilingual and trilingual program 的一个一个campus 然后kale campus is more like 我们比较traditional 它是最先建立的一个campus 然后它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campus markham campus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campus 让它整个建筑特色都是比较设计都是比较新的 因为我们也放了很多的那个新的设计和交互类的专业 在这里面进行教学 然后这个设计建筑也是由我们自己本校的那个院系 去进行的一个设计 对大家可以看到 嗯左边是markham panchers的一件愿景 然后右边是glanton 大家看到这两个campus都很漂亮 但有都别致一格 有自己的不同风格 左边是比较现代化科技感的 嗯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个 然后右边一看就是一个 呃历史比较历史文化比较悠久 然后比较 比较歉意 然后他都富满了长春藤这样的这样的环境 就非常安静适合读书的一个 人文院校 对 然后就是glanton campus 我会给大家 主重介绍一下 glanton campus呢 它就是一个法语沉浸式的教学 然后大家会很好奇 那什么是法语沉浸式呢 就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在glanton campus里面 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的所有的标识 他都是会用英文跟 法语和标识出来 然后这里面的所有的课 比如说你是一个biology的学生 在biology选一些专业课的时候 你是可以选择进行法语教学 也是可以进行选择英语教学 那在在教学的内容的 嗯那个PPT里面 老是在进行教学的时候 虽然他比如说你选了英语 主语言的教学 但是他在PPT里面 他也会把一些相关的知识点 用英文跟法文同时标注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glanton campus 嗯一个bilingual的 一个program的优势 然后具体的语言要求 我会在后面提到 然后大家刚刚看了他的环境 glanton campus是一个 他的建筑也是非常有历史悠久文化 然后他的环境也非常好 绿化也非常好 这是一个 我我还是蛮比较倾向去 如果在能够glanton campus学习 真的是非常非常安静 然后非常非常有学习氛围的 一个一个campus 对然后这边我还要除了glanton campus的 双语教学模式之外呢 我这边还要提到一个 我们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模式 一个program叫呃 IBA他其实IBA只是其中之一 任何带癌开头的 比如说IBSC 他都是叫international bachelor 什么是international bachelor呢 就是我们任何 如果你们在座的 有幸能申请到这些program 你们进到这个program里面之后 你们在这四年的读书里面 不仅仅就是focus上你们在加拿大的学习教育经历 你们还会有很多opportunities 然后去做一些exchange 跟不同国家做exchange 可能有些人会说 说其他大学有exchange 但这边我们的exchange program 和我们的一些就是海外的一些 呃project签的合约 我们会比其他的学校质量更好 然后机会更多 所以如果你如果您您比如说想要回国呃工作 either或者说你想要在政府 像这种international的education experience 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可以considerasset asset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专业 然后这边就讲到 呃我大家都最感兴趣的 那个舒立克商学院 大家也看到在无论是服务公司还是经济学人 我们我们在加拿大的商学院 在这个杂志里面我们加拿大商学院 他都是排名第一的 所以也就看到我们的舒立克的实力是非常雄厚 这个也不用多说对吧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没必要去再去强调一下他们他的他的真真实实力 对但是就是舒立克商学院的话 嗯我会 着重的讲一下他的录取标准 他的录取标准呢就是可能跟其他的要求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商学院 所以他的录取标准 我这边特地是放针对BC的高中学生 因为我知道这次的分讲会呢 主要是BC的国际高中生多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要求 但这这些只是你课业的要求 就是嗯他的minimum grade 在这里面只是一个minimum grade 但是其实舒立克他是very competitive 所以基本上我们平均录取的人 基本上你的成绩至少在90 就均分要在至少95左右 然后而且他的雅思要求是 为数不多 本科里面的program 他要求是雅思7分的 然后就是说 不仅说我们这些成绩啊语言你都要达标 我们还更看重的就是你的课外经历 其实在之前的那一所大学有介绍 就说 但是我们因为是一个四强市场商学院加拿大的 所以你的经历一定要非常的solid 类似于一些国际联合国的组织的一些 嗯那个志愿者活动啊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local的一些business entrepreneur的一些商业企划的志愿者活动 这些你们如果能进去 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志愿者活动 这些都是我们consider as a solid proof 那像一些普通的志愿者的活动 比如说学校提供的一些community的东西的话 我们只会consider as a basic requirements 这是非常basic volunteer experience 所以我们更加倾向于 有一些国际性的项目活动的志愿者的经历 或者说一些 嗯很大型的当地的一些商业的志愿者活动经历的一些candidates 才会还会consider as a asset 对这边我会特地标出来 就是针对 针对那个苏利克商学院的语言成绩 我为什么要特地标 就是我提到的 这边雅思我们一定要是有7分 然后什么情况下能 跟免去雅思的成绩呢 那就是你有4 years study in Canada English 而且就是这个要求 其实跟大部分的院校也差不多 就是你不能在4年之内 你不能有ESL的课程 所以要是4年在加拿大的英语全英语学习经历 而且是没有ESL的 这4年内不能包括有ESL的课程 这样你才能符合这个免去雅思的经历 otherwise的话 你就必须要report你雅思达到7分 而不是6.5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它不是6.5 因为它是一个4强的院校 然后苏利克的话 嗯 there is an actual details you shall know about this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院校 可能大家都觉得我会曲线救国 类似于说 哎我可能上不了大学 我会去college 然后我可以take a 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 然后是转到之后再转到 嗯呃约克大学的商学 那这边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我们苏利克商学院 只只因此仅仅仅苏利克商学院 我们是不接受校外转校的 类似于如果你是在约克里面转 它是可以 但是我们不接受 呃校外的一些credit transfer 到那个苏利克商学院 所以如果大家能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直接升进呃苏利克商学院 这是最好的选择 或一只为就是先进到我们其他本科的program 然后再transfer到那个进行校内转 这是书利克商学的一些特的一些actual details you shall know 对 然后这边我会给出一些专业的一些呃录取平均分的一些要求和一些课程的要求 这也是大家比较concern的吗 就是很多人会说 哎我要申请你这个专业 嗯 就是申请你们学校 我们学校这个专业 他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这边就需要知道 就是bc省的大学 可能是针对于工程的 他们可能是不需要那个calculus 但是我们这边是呃 虽然他这边写的calculus tual recommended 但是我们这边很多candidates 几乎所有的candidates都会有calculus 12成绩 either ap or not ap bose successful 所以这边的话会说我们要英语学校是必须的嘛 然后化学 all physics 12可以选一门 对然后但是这边的话我就要提醒大家就是 你们要想申请约克大学的呃工程类一定是 recommend take the calculus 12 然后成绩的话 我们这边官网上写的是low to mid 80s 但是呃 那实际情况看来的话 我们的工科类也是在均分在95分 也就是基本上跟嗯 基本上跟舒立克的录取平均分数先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我会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往95分以上 去拉这个分数才能成为更更competitive candidates 被我们选中 嗯 然后这边的话 喂 后来 然后然后我这边会讲一些呃 比如说这里我为什么要放一个actual science呢 因为他这个是属于b a的就是b a的项目 是因为他虽然虽然属于那个 faculty of science 但是我们这边是有那个 batch of arts 的那个actual science 但相对呢 他的那个与他的要求可能会相对于batch of science的一个 系里面 他的要求会相对低一些 但是就是大家 don't expect very low 因为精算科学 他还是一个比较 competitive的一个major 所以他还是需要很多的recomm 他的recommence 还是相对高 而且具体的情况是需要根据每年的 就是申请的candidates的质量 就比如说你们今年大家如果真的成绩都非常高的 都想要进这个学校 那么我建议就算是batch of arts的actual science 他也是会非常competitive 因为很多人也会知道 可能我觉得我batch of science不行 很多人也会去选一个batch of arts 来作为一个backup plan 对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就是虽然说他不是engineering science 这边的话 因为actual science也是一个比较火的专业 所以我这边也会推荐大家take calculus 12 其实calculus 12在呃里在东部来说 我们大学理工科有很多candidates都会有calculus 12这个成绩 所以我建议这边bc省的高中生如果想要申请 就跟bc省大学可能会有略不同 就我们这边是嗯 蛮把candidate 12看作一个比较优势的学科 在理工科里招生里 就大家keep in mind 然后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个比较嗯 新领的专业就是我们这边有的batch of design 他是专门有一个嗯学士学位就是就是设计学士学位 然后他们专门做的东西呢就是一些你的media 编辑啊或者performance design啊就是一些舞台的设计啊 或者一些dancing design一些比较偏纯艺术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综合院校里面batch of design 我们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学会提供这一个专业的其实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领的专业 但是嗯就是毫无疑问啊 如果你要申请这个专业 我们是需要你的剪影的 就是需要你的clipper就video clipper 去prove你有这个能力 然后你在高中有相关的经验 所以这个申请的话 他是一个他会走一个特殊 他他就是会提要求提供一些特殊的呃 额外的证明的文件去做这个申请 然后你average大概是也是要在mid 80s 呃就是基本上 大家也要保持在85分左右吧 然后或者尽尽可能85分到90分左右 对但是主要的话 我们还会看你的一些作品机 你的作品机一定是要显示出专业能力 这样的话才会 才会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candidate 对然后这边我会给到一个 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新颖的专业 这个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 但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而且毕业后的就业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他就是我们的disaster emergency management 我们靠我们叫他bdem 他虽然是属于那个laboral arts and professional study 里面的但他这个专业呢 是非常practical 就是你毕业之后可以一直可以进入政府部门 或者就是呃如果有意向留下来 想要就是参加就是消防员啊 或者一些政府的一些那个 灾难的应急部门 反应部门啊 either或者就是进入在未来进入军队这些 你这个batch是非常吃香的 而且嗯你的background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算是冷门的一个呃专业吧 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想留在加拿大的话 其实他这个专业毕业进到政府部门什么的 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教员专业 而且这也算是为数不多嗯 其他大学不常见的专业 就是我们约克大学会提供 对而且他的成绩部要求也是相对的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毕竟他冷门嘛 所以他的申请的人嗯不会特别的多 就不不是特别的多 他就不会导致就是水涨船高的分输线 对这边的话也是属于我说的 school of arts medium performance的这个院校的 有一个比较特色的专业 就是film production 很多film production其实在college有 但是我们这边会提供一个 batch of a film arts 然后这个这么一个学士本科的学士学位 然后这个的话也就说你本科拿到之后 你这四年主要做的研究就是做电影行业 大家也知道加拿大嘛就是很多 其实加拿大的电影产业 也是属于加拿大的一个支柱产业之一 特别是东部我们在东部的情况下 我们跟很多美国的纽约就是非常接近 所以我们我们这边有很多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很真实的project 所以我们这个约赫大学的film production也是非常有实力 然后你这四年你要你才你选的课你参加projects也都是非常非常practical 就是可能你有幸会参与一些真实的一些比较大制作 这也这也不是不不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film production这个专业也是就是有幸事同学一定得考虑我们院校 因为我们的资源真的非常的好 对 但是有一点就是高中你高中的时候一定要有相关的作品级 对这个就是他的唯一一点 所以就如果想要报告这样专业的学生一定要在高中选相关类似的课程 Either就是一定要最好我最好建议是大家还是选相关课程 如果没有的话一定是要课外去找专门做视频的 或者自己有拍出一些小视频和一些电影的一些作品 而且一定要我们我们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对 这边的话我会给到大家一个就是语言 我们的general requirements 就是大家看到我们可以呃托福雅思不用说吗 我们就是都是接受的 然后雅思呃在一般的program里面一般的专业里面我们接受general 6.5 然后单项不低于6吗 但是就是说有些个别的专业我到下面也会显示有些个别的专业是需要7分的 就像我刚刚说到书立克 然后这边的话大家也会看到多灵国现在也是承认的吗 但是我们要注意大家注意一点的就是想要申请2023年24年4的那学期之后 我们2023年到2024年4的那个呃 admission term过了之后 我们是不接受多灵国的 也就是说在2023年最后一个呃招生period 就是2023年到2024年的秋季入学 那一段时期是最后一次我们接受多灵国 但是如果以后情况policy will change 我们会update 但so far的话我们的admission policy就是在多灵国是在那个时间截止之后 我们可能就不接受多灵国这个语言了 所以在之后想要申请我们大学的高中生的就大家要记得选择多灵国以上的这些机构 我最recommend就是亚斯跟托福 因为他是比较嗯全球都通用的一个两个语言语言测试机构嘛 对 但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接受多灵国的测试 对然后这边的话会给出一些 呃specific requirements 针对不同的一些那个faculty 比如像Glandon campus 呃 他亚斯要求6.5 大家大家其实不要误会就是french language requirements 其实这个的话 其实针对你在座的高中生 我觉得适用的人不多 就是我但是我还是提一嘴 就是有如果有法语学习经历的人可以用法语替代 如果你觉得法语的语言比英语好的话 你也可以用法语的tef或tcf 达到b2的level去替代这个雅斯的6.5 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不多 然后我们Glandon虽然双语教学 但是就是就像我说的 我们是take英语或者法语 either你随便两个其中之一 符合符合这个语言要求的话 我们就会录取你 但是就是只是说我们Glandon在里面 你在未来四年学习中 你是有很大的机会去接触这个法语的教学 仅此而已 所以说你们如果没有法语成绩 但是你觉得未来你想要成为一个 就是法语跟英语的双语者 因为加拿大的政府行业啊 或者很多大企业 都是如果你会法语的话 是比较吃香的嘛 或者是你去国际上的一些 嗯优恩联合国的实习啊 如果你会法语跟语肯定是会比较吃香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雅思到6.5 其实你也可以申请 不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是不需要法语的 但是就是说 在学习在未来的学习中 你是有很多机会去接触这个法语的文化 和法语的这个沉浸式的环境 就就是这样 然后这这边要提到一嘴的就是 因为大家也在排名的我们的price排名里面 看到我们热性专业 也是一个比较比较熊 实力比较雄乎的一个专业嘛 因为我们的排名 我们科研排名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在nursing这个专业里面呢 而且nursing其实大家知道 护士在加拿大 他是一个 他他的角色在医院的角色 其实很多情况下 他play了很多医生 我们所认知中中国医生play的角色 就比如说开药啊什么的 如果你成为register nurse都是会的 所以顾名是我们这边雅思的语言的要求 就会相对于其他的专业也会高一点 我们这边也是要求七分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约克大学 我们约克大学 舒立克商学院 护士专业的语言雅思都是要七分 而不是六点 所以如果你要申请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不要说我雅思就是6.5就想申请 然后你到时候申请的时候发现 你没有到这个语言成绩 我们盘老国很多例子 有些人学术成绩很好 然后可以进到这个专业 结果就是因为他误以为雅思是6.5 所以就 就是失之交臂了 对吧 有很多人都知道商学院 我们商学院是七分 very well known 但很多人确实不知道这个nursing这个点 然后还有多邻国的话 就是如果你要考住邻国 就不是115分 对 然后有有就是会有很多高中生会问 会问我们的mission team 或者我往也接受到纽菲尔德的老师的反馈 很多学生就是如果没有语言成绩的话 就是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语言的program 就是大家主要就虽然这边program很多 但是呃在座的高中生请focus上就是这三个 然后我在下面的几个slides里面会呃特别讲说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就是会针对你不同的语言的level 我们会推荐这三个不同的program 就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个 呃呃呃呃呃呃呃语言的一些level 我们从ap1到ap5 它就是一个foundation 这是为什么我说不让大家看的原因 因为一般高中生毕业基本上都会有ap5或以上的语言 所以这边就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我后面有个很详细的图可以给 给在座的高中生讲一下就是你们适用于哪个 对这边的话就大家做个reference 就是ap1到ap5它是foundation 然后这边有个program叫youbridge 它就是从ap6到ap9开始的 然后这边的话pre destination是从ap7开始 然后destinationwork program是从ap8开始 这就是一个不同开始阶段的一些人 有些人说哎那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 就是为什么我到这边的时候 这边不是重复了吗 我我后续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语言的成绩 对这边就会有 大家会看到就是我拿雅思举例吧 大家不常说你们高中毕业了之后 比如说我我我雅思有个5分 但是我没有我可能写作是没有5 就minimum我写作是没有到5分 我写作只有4.5的情况下 那我们我们会推荐的语言学校就是ap5 就是你是可以你是可以参加这个的 当你完成这个学科之后 你可以inroll到youbridge 然后你就会会把pre dy 跟dy的课程会全部学完 你就会从ap6一级一级的往上升 到了最后的话 你学到ap9你就属于语言成绩就是达标 然后你就可以转学分 就转到我们的约克大学 这也是我们约克大学自己的一个program 所以在你学语言的情况下 里面你也可以学我们那个约克大学的一些 大一大二基础的一些学徒课 然后 这边的话就是说 那如果有这个program 为什么还要这两个 那么有些人可能他已经到了5.5 或者有些人到了6 但是你会发现有些program 你到6是不够的 even有些会儿 你到6.5他也是不够的嘛 所以就会说 如果有些人比如说我亚思有个6了 然后你非常 你非常想要来约克 那我们会直接推荐你这个d1 你就跳过了ap6到ap7的学习阶段 那如果你亚思只有5.5呢 我们会推荐你去引入到pre dy这个program 他就会跳过ap6的教学阶段 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little bit 有点complicated的一个system 但是其实也大家很好理解 其实就是一级一级往上升嘛 对 只是我们create a program name 就叫这叫这三个program 对 所以大家就可以 如果可以拍照的话 里面可以把这个拍下来 如果或者对以后对那个语言详细的要求的话 这边你们也可以去咨询约克强德的老师 他们也是非常knowledgeable 而且经常跟我们有沟通 我们他们对我们的mission system 也是非常了解 这边的话 我会给到一个申请的deadline 就是针对于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 嗯 嗯 for就是Ontario high school students 跟out of province high school students的deadline 是些些许有点不同 但是差别无大 这边的deadline不会说 就是他讲的deadline 是你开始注册你的账户 开始申请 就不会说 就是说你 要把那些东西在我们 这边全部要把它 所有的材料都交完 然后怎么样 这就是你开始注册申请之后 你开始上传你的成绩单 这些东西 都是要在这个单栏之前 完成 你要开始上传你11年级 大家也都 那这里读的高中生 也知道就是 这边申请大学 不是要等到你高中毕业 再申请的 所以就是 大家 需要提前去注册账户 然后提前去上传一些 11年级的成绩 然后提前去上传一些 你的supplemental 嗯 documents 比如说你要申请 设计类院校的话 either 或者说你的商学院 我们会有一个 面试的一个video clip的话 你都需要提前去做 这些这样的准备 所以这个就是full term的那些dialine 然后这是winter term 对 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边都要注意就是 它是属于一个university transfer college transfer 就是我们不就除了书利课 是不接受校外college transfer 的吗 那其他的专业 我们还是接受 你是可以去读个 可能说你语言不够 或者说你的学术能力 完全你就是可能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然后你想去college 去读那么个一两年 然后再去转学分来 我们学校 我们这是我们 这个college transfer 到来